许多人过生活 崇尚的精神是天然的最好 走入劣志文公园 大南瓜们就是主角 细雨绵绵 气温也逐渐下降 萧瑟的秋意 却因为橘色南瓜而温暖 慈祭之工每人选定了就下手 由此一说 月大科虽然重 但容易发挥创意 把爱传出去 月圣的公园集大概每年都会 邀请人员之际 来这个磕南瓜活动 主要是万圣节 你知道西方的世界里面 Halloween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节庆 我们磕了南瓜以后 把这些南瓜就放在这个 自然公园里面布道 然后让小朋友跟市民 一起来参观 或是在晚上 他点灯点蜡烛之后 所以应该很漂亮 有说有笑 慈祭人共完成40多颗南瓜雕刻 种一份山鹰在社区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工郭亮君 尤德昆 翁淑儒 加拿大报导 这心里是有时间之后 谢谢观看